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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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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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Danny不寵我 而是我覺得美國男生跟台灣男生最大的差異 就是台灣男生從小好像就被我們的世俗的眼光訓練的 就是你要在月經來的時候對女生怎麼樣的好 雖然Danny是含義可是他就是整個人還是美國人嘛 所以比如說月經來的時候他還是會去餐廳 就是還是會幫我點冰水 然後不會說今天因為你月經來就要多麼細心呵護你 就是這個東西是台灣的男生做得很棒的地方 我目前我覺得我話差異最大應該是這個 其他我倒是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說真的 那怎麼保持感情的新鮮感 就是保持新鮮感跟相處的秘訣還有熱度的這個部分 好我覺得新鮮感跟熱度這件事情 我們假如你跟這個人在一起五年十年好了 你可能剛在一起的時候熱戀的時候 你可能想說我不想讓他看我的素顏 因為我想要保持一個好的形象 那你可能在一起一陣子之後你就根本不在乎啊 就是你沒洗頭啊 或是你就是在家很邋遢的樣子 你給對方看到你都會覺得啊無所謂 反正我們現在就是完全的就是赤裸裸的展現在對方面前了 但對我來說我覺得你不管在一起多久 你還是要保留10%到30%給自己 比如說我到現在就是沒有在Danny面前放過屁 掉不掉 我跟你說我以前會覺得這樣是很做做 可是我覺得你要在感情裡面有新鮮感 就是你在對方的眼裡還是要保留那個10%的神秘感 你不需要像熱戀的時候你好像都要把自己武裝起來 就是只想要給他看最好的面 不是這樣 就是也不是說放屁是壞的一件事情 我今天只是打一個比方 我覺得這樣子你才有辦法一直在感情裡面保持那個熱度 好那針對文化差異我還想要講一個東西 就是前陣子剛好跟Danny聊天聊到 就是台灣人你要交朋友就是從互嗆開始 台灣人就是很喜歡就是說 欸你今天這個就是要講錯 你們應該懂我在說什麼吧 美國人不管是男朋友還是交朋友的時候 對我來說有一點點小不習慣就是 你得很很正向 我朋友跟我形容的一個點是 他第一次遇到Danny的時候 感覺Danny是用一個克服的正向的去認識人 我覺得台灣是利用開玩笑去化解 就是你剛認識那種尷尬的場面 但是美國人是真的會很有禮貌 就是我覺得在跟Danny相處下來 或是跟他的朋友啊親戚相處下來之後 你會在玩笑這個地方就是收斂許多 可是就是因為我跟Danny現在 就是夫妻這麼久了嘛 然後就是在日常我還是會顯現出這種 台灣人愛嗆人的特質 就是你忍不住 比如說我跟Amanda日常聊天可能 百分之一百裡面有百分之六十都在互嗆 就是感情升溫的一個那個小技巧 就是台灣人啊 但是像Danny我們前陣子剛好才在聊天 就是說他說我有些時候就是在講話的時候 會很直接或是開玩笑的時候很直接 讓他就會有時候會覺得很不習慣 就是我們都已經在一起這麼久了還會 所以我覺得我雖然可以跟他的朋友都變好朋友 可是沒有辦法像我跟我台灣朋友一樣 就是這麼這麼貼近 就是因為我會覺得有小小的那一種 互開玩笑的小衝突是有趣的 在美國就是去講人家身材這件事情 就是非常的不禮貌 可是台灣人就很常說 欸你是變胖啊 欸你怎麼這麼瘦啊 欸你皮膚怎麼那麼差啊這樣子 台灣人很愛用這種開玩笑去開話題 就是你可能很久沒見 你可能就會這樣子跟人家講話 我覺得美國好的地方就是 尤其是對於外表這件事情 就是他們不會去指說 欸你怎麼變這麼胖這樣 就是Danny他回台灣的時候 每一個人見到他都是跟我說 欸他變好胖喔這樣子 可是就是在美國的時候 就連他的家人都從來不會跟他說 欸你是變胖 像是他可能真的變胖 我也不會跟他說 欸你要有胖你要不要去減肥 然後他反過來也不會來跟我說 欸你最近皮膚真差這樣 我覺得這也扣回到就是保持熱度的一個小環節嘛 就是你還是要有一個彼此尊重的成分在 下面一題是 想問感情有沒有做什麼事或說了什麼是你無法忍受的 他踩到我最大的底線就是 他喝酒可以喝到早上10點 這件事情應該是我們最常吵架的東西 我不是那種不喜歡另外一半出去喝酒或出去玩樂的人 因為我自己也愛玩樂 這五年來我們在一起打從一開始 就是他喝酒之後 一回訊息 他就是很 活在當下的一個人 然後他就會跟他朋友就是 聊一整晚的那種情況 那個時候一開始我們修復的問題是這個 我說好首先你就是喝酒可以 就是我無所謂 但你要記得回訊息 不要消失 因為畢竟喝酒那不知道你人在哪裡 啊你消失了 就是誰知道你現在發生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第二個就是說他可能12點會回家 只有1點就說 再一個小時回家 然後2點的時候就說 3點的時候要回家 有一次他就是在我就是我公婆家 跟他表哥啊哥哥什麼一大堆就是兄弟們喝酒 我在他在我公婆家 所以我就是不會管他說你幾點要回家 就畢竟是跟親戚跟家人一起 就是無所謂 可是如果他跟我說他1點要回家 那我就會等說 欸就是1點了怎麼還沒到家呢 接下來可能就是3 4點的時候說 再一個小時回家 然後就一直往後推 然後說是怎樣我現在不用睡覺嗎 就是你就會很火大 你既然要就是跟你的家人喝到這麼 這麼早 他們後來喝到那種早上六七點 他們家的人都是可以喝到就是早上 就是那個太陽已經高高高在天上 還在那邊倒燒酒在那邊喝 我覺得超屌 這是一個超能力 我覺得超厲害 我這輩子沒有遇過這樣子的人 前陣子10點了他跟他表哥在我家 然後已經睡了一輪的時候 然後我起床想說奇怪 Danny去哪裡了 然後我就打開門 我就聽到 喔還在跟表哥聊天 那時候早上8點 我想說哇還在跟表哥聊天這麼厲害 不是表哥啊堂哥堂哥 然後到早上10點我又多睡了2個小時了 我起來我說奇怪 Danny怎麼還沒上來啊 然後我下樓 哇兩個人還在這樣倒燒酒還在喝 很屌欸 這件事情是我滿受不了 我覺得你可以玩樂 但是你喝酒喝到早上10點的情況 不就等於你今天要睡到下午5點嗎 就我沒有辦法接受廢掉一整天這件事情 時間很寶貴 那他受不了我的事情 應該就是我很亂這件事情吧 我真的很亂 但是我很努力你知道嗎 就是我很希望我自己可以跟比如像安安一樣 就是按部就班把每一件事情做好 但是就是我就是沒辦法 這件事情真的對我來說好難 不管是拖延或是什麼那些缺點 我覺得我都是在人生在改善的路上 但是呢很亂這件事情 我真的很努力 可是我好難做到 現在是在努力 我覺得至少就是 比如說有人在家裡 或是在我們平常生活的範圍 就是共同的空間裡面呢 我是可以保持不要讓它很亂 就在我私人的空間 比如說我的化妝桌有時候就是會 就是散落一地這樣 散落一桌 比如說我的工作室裡面 就是他基本上是不會踏進去的 我覺得四股忌憚的讓他非常的亂 我覺得我很亂這件事情 應該對他來說 比較沒有辦法習慣一件事情 然後如果我改了的話 他會感到非常的快樂 對所以 應璇加油 好再來是關於金錢的部分 有人問說跟Danny是男女朋友的時候 是AA制嗎 那個時候不是 我先說我們還沒有住在一起的時候 通常都是你付一頓我付一頓 就不會真的去算說你付了多少錢 然後他傾向他付比我多一點點 就是這個人的小小的大男人的地方 好然後有人說怎麼分配金錢 我們自從住在一起之後 然後我們的前面租房子的時候房租 然後到現在是買這間房子的房貸 我們的固定支出都是 他付60% 我付40%這樣子 前陣子其實他有提說 他可以cover房貸的所有的錢 但是我不喜歡這樣 如果是我們兩個一起買的房子 我可以接受你想要多付一點 可是我不想要都是他付的 反正我喜歡公平一點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會 固定存錢到家庭的賬戶 就是一些共同的支出 我們基本上就會從家庭一起存的那個錢 裡面付 那家庭一起存的那個錢呢 我們一樣也是保持 他就想要多付一點點 所以就給他付吧 他開心就好 我們各自也有各自自己的存款 有時候比如說 我們今天出去吃飯好了 那我想說 欸我今天想要 剛好心情好想請你吃飯 那就會從我自己的個人這邊出 就不會從家庭的賬戶出 就我覺得 是一個小小保持 新鮮感的小撇步 好下一題是 好下一題是 遠距離相關 娜娜有談過遠距離嗎 我有 可是 失敗 我是那種 有時候抽離了之後 我會忘記 那個感情的熱度的人 這樣講對嗎 我沒有辦法在這邊 教導大家遠距離的小撇步 就是因為我超 我超級沒有辦法遠距離的 有人問說 遠距離或是關於情侶的未來 我是會再在一起的時候 就很明確知道 跟這個人有沒有未來的人 講直接一點說 我會嫁給這個人嗎 然後我也會偏表明的態度 我自己是覺得 情侶是需要聊未來的 那假如 你們有共識 就是說 我們的未來就是 我們現在不想決定 或是我們現在 兩個人都沒有覺得 我們要走到最後的話 這個也是 一起談論未來的一環 就是不一定要說 談未來就是說 你們兩個要結婚或什麼 我覺得就是 不管怎樣你還是要談 但我覺得 遠距離的話 像我就是 遠距離裡面 不會辛苦到自己的人 因為我會比較抽離 我會比較冷 所以 如果你是相對比較熱的那個人 你會比較辛苦 但我這樣子冷 不代表在遠距離裡面是對的 我覺得我的冷 有可能是一個 自我保護的意識 遠距離我真的沒有辦法給大家 我只能說我自己經歷過的是這樣 然後 有人會說 Selina是為了Danny生活在美國的嗎 因為感覺你的事業友情家人都是在台灣 跟他在一起之前 我真的沒有想過我會留在美國 在一起之後 我知道我那時候快畢業了 然後我其實畢業之後 我最多在美國只能留一年 這個時候就到了聊未來的時候 我覺得就算你剛在一起 你其實也不需要去避諱 尤其身為女生 我覺得反而你越明確 對方會 越知道你是一個明確的人 所以他不能隨便的對待你 我那時候其實就很明確跟他說 我其實時間就是生一年多 我們要嘛就是 現在開始去思考說 我們有沒有要走下去的打算 那如果沒有的話 這一年多 我們就是快樂一起熱戀一下 因為他也很表明說 他不接受遠距離 所以分隔兩地繼續談戀愛 這不是一個選項 我也很明確說 反正我們現在就是愛上彼此了 那如果我們要在一起一年多 然後我時間到了回台灣 那我們就結束這段感情 就是這件事情我也OK 所以身邊的人跟我說什麼 他是fuck boy 他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我不是很在乎 就是我現在這個當下 我在跟你談戀愛 我是快樂的 啊你現在也沒有做什麼 就是對不起我的事情 所以我不在乎別人怎麼講 你懂嗎 這個部分剛剛怎麼講到這裡呢 沒有腳本就是會這樣子 講完之後不知道要講去哪裡了 那時候大概在一起 不到一個月我就有跟他講這個事實 那當下他真的天打雷批 因為他的生活周遭沒有遇過 國際學生 他以為留學生畢業就是可以 你可以待在這邊工作什麼 沒有 然後他說沒有別的辦法嗎 我說沒有就是就是這樣子 所以 呃如果真的順的話 我們就是可以結婚 就在一個月內 我們在討論那個話題 我們就覺得好像對方是對的那個人 所以我們可以延續這條路 我們9月的時候在一起 然後1月的時候 他就跟我回台灣 然後見我爸媽 就那時候在一起 兩個三個月吧 他就見我爸媽 然後他到我家的時候 就跟我爸媽說他想要娶我 他我跟我爸媽傻眼 就想說 這個男的從美國飛來 然後就是中文也不會講 跟我女兒子在一起 兩三個月就跟我說 他想娶我女兒是在開玩笑嗎 這樣 那之後我們從台灣回去 也就是同樣是1月的時候 我們就搬進去我們一起租的一個公寓 然後半年的時候 你就是發現 欸我們磨合得不錯 然後總而言之 我們就是結婚了 所以我是為什麼 我覺得就是你談未來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假如說我沒有在一開始 跟他很明確的說 我們就是這兩條路可以走 那兩條路我都OK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是會這樣子 喔每天這樣 喔結果過過過過過 然後過到就差不多 欸時間到了 我要走了這樣 那反而你什麼東西都沒有準備 你要怎麼在那個時候去解決 就是這件事情 如果他真的是你的對的人 你要怎麼辦 對 好我偏提了不好意思 所以剛剛那個人問的是說 我是為了Danny生活在美國的嗎 我覺得也不算是 我的確我的事業 我的朋友家人 全部都在台灣沒錯 可是我本人其實是有在喜歡 現在這樣子 我一部分的時間在台灣 跟一部分的時間在美國的這件事情 我自己是喜歡的 所以不是說我為了他 我硬是待在這邊 好再來就是安全感的部分 我真的覺得就是真的好多人 會問說沒有安全感怎麼辦 我只有在大家問我的時候 我才會去思考安全感這件事情 但我平常真的不是一個 會沒有安全感的人 就是坦白說 足夠了解自己 也足夠了解對方 我覺得我有我的價值 不管是我的個性也好 我的 就是我對工作的態度 或是我家庭的態度 等等的 就是我覺得各個自己的特質 我不會沒有自信 比我漂亮的女生這麼多 但我覺得 那個女生再也這麼漂亮 你也沒有辦法 取代我的一切 不是這樣講 聽起來超臭屁的 不是臭屁 而是我覺得 那女生要對自己足夠的 有自信 你就不會 有覺得說 蛤 她是不是就是 會比較喜歡她 IG按讚的那個女生 或是 她會不會因為這樣 就不喜歡我 就算你是 心裡有這個擔憂了 但 你只要打從內心就是 知道自己的優點是什麼 其實男生也會感受到說 你對自己是 有自信 那其實有自信這件事情 就打趴了很多 就是別人怎麼比你漂亮 比你瘦 身材比你好 等等這件事情 我有一度有沒安全感的時候 就是 因為我們住在Vegas嘛 那 其實在這邊 我是過瘦的人 這邊就是 你一定要整成大胸部 或是 你的屁股一定要超級大 又超級翹 這樣才算身材好 那我有一度會覺得說 蛤 我是不是就是 不符合這邊的審美 我覺得外型上的 身材焦慮 你是可以去 透過溝通 跟你平常 就是去運動 因為運動的時候 你真的會對自己的身材 比較有自信一點 這也是為什麼 我運動的其中一個原因 我覺得是一個心境上的問題 因為女生很常身材焦慮 然後呢 身材焦慮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 我是不是不夠瘦 這樣我男朋友會不會不喜歡我 那你就反過來想啊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就是有一度想開 我想說 不然你也不是六塊肌 你也不是大 就是你知道 你也不是怎樣 憑什麼女生就是要有這麼多身材焦慮 男生就是他根本就不在乎啊 就男生也不在乎 自己是不是不夠有 不夠有六塊肌 不夠有大 我覺得身材的部分好解決 就反過來講 心境上的不安全感 覺得自己不夠好的 這件事情 我覺得你真的要去想說 你有哪些事情是別人取代不了的 有可能對你的另外一人來說 你那個優點 就是足夠打趴一切了 Danny前陣子就跟我說 就是他覺得 他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辦法 遇到 不管是朋友 或是之前交過的女朋友 他覺得我最無可取代的 一件事情是 我散發的能量 自己講出來不是很好意思 當你對 就是給自己足夠自信的時候 你就有辦法給出別人 就是棒的能量 你對自己的感覺是好的 你散發出來的 就是光 有一個光 好下一題是 針對 就是對的人 錯的人的這個主題 曖昧半年多的男生跟我說 他還是會想起之前他追過的一個女生 跟我 我好難過 該怎麼做 我愛半年多也太久了吧 曖昧一兩個禮拜就知道了啦 一個月就可以了 你就去跟別人曖昧 你就知道他到底對你是不是認真 你就是女生 我跟你說 你們也是多看那個表姐的頻道 就是當你今天只對一個男生 就是你只喜歡一個男生的時候 你就會全心全意都給他 那男生這個時候就會覺得 你沒什麼特別的 但如果你今天就是 你認識的人夠多 然後你不需要 就是執著於同一個人 的話 就是反而這樣子效果會比較好 我覺得這有點耍心機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男生就是犯賤 他今天做這件事情 就是沒有在尊重你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這樣子對我的話 我就覺得 你到底就是你有在在乎老娘的價值嗎 就如果你今天曖昧半年多 你還跟我說 你還在追 還在想另外一個你追的女生 那你就請你離開 外面的男生非常多 請不要執著於同一個人 謝謝 好下一題 結婚對象說不想耽誤我 所以我們真的只能當朋友嗎 什麼意思 這個邏輯我不是很懂 你們已經要結婚了 他不想耽誤你 雖然你們只能當朋友 我跟你說朋友也不要當 如果他是已經是 就是論結婚嫁的對象 然後突然說他不想耽誤你的話 還當什麼朋友啊 請他離開 好以上是今天的感情題 怎麼樣 對我來說蠻奇特的感覺 就是沒有腳本的情況 我就是當做在跟人家聊天 我覺得蠻神奇的 蠻輕鬆 可是又其實會有時候會很怕自己講錯話 就是畢竟現在講錯話就被言上 啊有時候也不是真的那個意思 對所以 我們最後一個環節呢 我想要就是挑幾個有趣的問題 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跟今天的主題完全無關 他可能也永遠不會 進入到某一個主題裡面 所以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首先呢 我們那時候會很常住在一起 是因為那時候是疫情期間 也不太能到處去旅遊 所以我當時我也不能回台灣 那時候熊 就是不能進班公司都在家工作 所以我們都想說 好那我們就來當室友吧 反正我們就是都待在家很無聊這樣子 那那個時候大家 我比較有時間 他們也比較有時間 那他們就是 飛來這邊一起常住 可能兩三個月這樣子 那個時期真的非常的美好 我現在也很想念 可是我現在也很忙 我三不五時 我接下來你看我下禮拜又要回台灣 那熊他們現在 也有很多他們旅遊的行程 然後我跟Danny也很常要去旅遊 彼此住開車的話 他在西雅圖 我在拉斯維加斯 一開車的話 我們要開17個小時 可以到對方的家 以現在的情況下 就是很難在像以前一樣 三不五時就見面 就是會問候對方 會聊天 就是會關心對方 但是沒有PO出來不代表 我們感情不好 我們沒有絕交 我們也沒有撕逼 下面一題是 有算過命嗎 春香從小就跟我說 我的外婆也跟他說 算命就是會 我從小就是被灌輸這個知識 所以呢我本人是不太喜歡算命的 然後再加上 我其實也是偏駝鳥心態啦 就是我很怕去算命的時候 那個人跟我說 有什麼不好的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啊 或是 我的可能身邊的人的身上 或是跟我說 你這一兩天運會不好喔 這樣 我就開始相信說 接下來真的會不順 然後接下來每一個不順的事情 就會說 對對對你看那個 就是因為那雙命中 我接下來運會不好 那我就是 就會覺得 我是接受運會不好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 我不想 我就是相信 就算我現在遇到不好的事情 也不代表什麼 就是 命運是掌握在 自己的手上 雞湯時間 我們只要相信運會好 我們的運就會好 就是這樣 吸引力法則 好 就這樣 新企劃Coffee Break的第一集 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 喜歡這個主題 就是沒什麼邏輯的 這樣子 東聊西聊的感覺 好應該一直講話 就忘記喝咖啡 然後這個是Orlo新出的 馬克杯 它是裡面有一個小巧思 邊喝 你的那個 水味下降 就會顯現越多的字 非常可愛 底部我們特別沒有上右 它是這樣 裸裸的感覺 然後上面寫Orlo 好的 就這樣囉 這個企劃就是 下個月再見 掰掰 所以說就是 所以說 感聽題然後跟你們聊感聽 感聽 跟你們聊感情 我覺得要有熱度 就是 呃 你要還是要很 怎麼講 在對方的 你看 你看這樣子我就會 等一下等一下重新 重點是每個月會月更的一個主題 你在對方的眼裡 你還是要保留那個10%的神秘感 剛認識的那種尷尬的場面 我在當下的一個人 跟他朋友就是聊一整晚的那種情況 還在那邊倒燒酒 在那邊喝 就是散不一地這樣 自我保護的意識 短期專注的工作 對一個男生 就是你只喜歡一個男生的時候 你就會全心全意都給他 的 這樣子 東聊西聊的感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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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